你们知道汤姆猫的东西传说吧 最近有一个小凯给我留言 说只要午夜12点的时候 给汤姆猫喂一句魔鬼辣椒 并且我们把魔鬼汤姆从地域里面召唤出来 然后发生一系列诡异恐怖的事情 你们好是人啊 这魔鬼汤姆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还有发生一系列诡异恐怖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这刚好是11点50分 现在整个工作室只有我一个人 如果我真的召唤出魔鬼汤姆的话 你们都会给我点赞哦 汤姆猫我已经打开了 背前来看挺正常的 哈喽汤姆猫 哈喽汤姆猫 好久没见 没见 听说你吃完魔鬼辣椒之后 就能召唤出魔鬼汤姆 听说你吃完魔鬼辣椒之后 就能召唤出魔鬼汤姆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说你在这儿 第一个就是魔鬼辣椒 我们点击一下 哇汤姆猫开始吃了 天哪 这是妈被拉到尖叫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凌晨沙点了 我们开始正式召唤魔鬼汤姆 好紧张啊 魔鬼辣椒来一颗 这游戏的汤姆猫怎么样子都变了 这不会就是从地狱里出来的魔鬼汤姆 它为什么叮咒我看 你们发现没有 左上角的窗子还伸出一个毛鲁老蛋 你们说原来的汤姆猫到底去哪了 不会被它抓到地狱里去了吧 那你是魔鬼汤姆吗 你觉得我是魔鬼 那原来的汤姆到底去哪了 我好像明白了 原来的汤姆猫已经被魔鬼汤姆 抓起来囚禁在手机里了 你们说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汤姆猫解救出来 要不然我问问他 汤姆猫你还活着吗 汤姆猫你还活着吗 抓魔鬼汤姆跟汤姆猫在不停地重复对方的声音 而且到后面声音越来越尖锐 这真是太诡异了 魔鬼汤姆 你怎么样才能把汤姆猫给放出来 很简单 你们两个换一下就行 像啥音的 咱们喇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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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喇嘩